第2140几 这些年 叶烦的威名依然在北斗传颂 举世皆知 只因叶彤的崛起达到了圣人境 将其辉煌延续了下来 战遍天下 真正的同辈无敌手 叶烦闻听这些不禁点头 这个弟子果然大放异彩了 注定要傲视群雄 三十年前 叶彤杀了火丧古兴金屋族的小太子 惹下了滔天大祸 被追杀得很是凄惨 现在生死难料 金屋族 叶烦的毛子顿时赤胜了起来 追忆族他可是没少杀 想不到弟子也与他们结怨 引来了杀身之祸 叶彤天纵奇才 真的是古来罕见 在比他境界高很多的几只老金屋祖宗的 鬼杀下一直在逃亡 直到近十年才静下来 生死不值 叶烦 干话于冷酷 金屋族的几个祖宗出使杀我一个弟子 金屋族真是好大的本事 眸光射人杀意弥漫 在场的人顿时机体欲裂 好在他又快速连去了契机 黑黄呢 他法阵无穷没有出手相互吗 据传 那只狗 那个黑黄消失了 在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内 黑黄横行天下 因为他阵法大成了 让朱雄忌惮 而在此期间 他对夜童 小雀儿 花花等 要求极为严格 将他们从域外带入北斗 近乎是放羊 让他们去经历血的习礼与争战 毫无疑问 来自天之村的天才们是恐怖的 称得上无与伦比 一个个嗷嗷式行 黑黄暗中为他们设置了很多磨难与障碍 完全是当做锤炼少年至尊般培养他们 有时候甚至以杀阵轰杀之 地狱般的磨炼自然让他们突飞猛进 但是当黑黄消失情况就有些不妙了 这些放养在北斗 这个是非之地的天才们 遭遇了可怕的麻烦 有人开始针对他们 据说 杀圣齐罗出头 却被域外的诸圣给击成了重伤 险些死掉 黑黄到底怎么了 有人说他绝开了一处遗迹 得到了举世无双的祖字密 为此而闭关 结果 武道出了问题 魂尘数十载 也有人说他钻研大地筑成的五色祭坛 雾透了大半 结果为了试验 不小心将自己传颂丢了 可能横渡到了宇宙 另一案 叶凡粗眉 对于第一种原因 他无话可说 若是第二种原因 这丝狗果真 还如过去那般不靠谱 屡次将人传颂丢 这次终于轮到他自己了 你的另一位弟子花花 一样惊艳 在过些年注定又是一个小无敌 可惜也遭劫了 姬家的一位元老说道 叶凡心头一沉 发生了什么 他被人镇压并度化了 让他永远脱离天庭 多半再也回不来了 叶凡 嘟的站了起来 比听到叶童被人追杀 还要愤怒 竟然有人度化他的弟子 这比割杀还严重 我离开北斗真的很久了吗 追杀我的弟子 让他生死难料 度化我图 引入他教 你们一个个好大的本事 我就一一败回 也许这世间宁静过久了 我叶某人 又回来了 是谁度化了花花 龙马大叫 曾在天之村待过很长时间 那个小光头屁颠屁颠的 跑前跑后 尽管时常栽赃陷害他与黑黄 段德等人 但是谁会与他计较呢 一个孩子而已 调皮捣蛋才更显可爱 小腹黑才会古灵精怪 可是而今记忆中的小混蛋 被人杜走了 日后可能都不认识他们了 从此与叶凡 断去师徒之源 与天之村众人陌路 怎不让人震怒呢 几家一位老辈人物打道 果然是他们 叶凡眸光顿时冷冽了下来 杀意弥漫 他深知 花花必然会与佛门产生因果 皆因地球浮藏之故 花花三岁时 与雪区坠落鼓动 意外得佛门诸点 纳入潜意识中 花花等若是一部 活着的佛门仙经 若是被该教人知晓 自然不会放过 要引入须弥山 可是叶凡却没有想到 花花会这般可悲 若是佛门图谋 他身上的经文也就罢了 竟然被活活度化于镇压 与其说是度化 不如说是降服奴役 这是一个十分悲惨的结局 宁可战死也不愿遭度化之罪 这是古代强者流传下来的话 因为那样等若是一个失去自我的奴仆 显然那个人实力非常强大 花花没有一丝反抗的能力 不然绝不会落到这种最悲惨的境地 龙马叫嚷 恨不得立刻出手 反了他们了 这帮兔头太过分了 真当我等好欺凌吗 凭掉他们的须弥山 叶凡平静下来 询问几家众人 斗战圣佛坐镇西末吗 古佛早已离开了很多年了 进入了宇宙深处 而今须弥山也不再是他主事 叶凡点了点头 若是斗战圣佛在 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西末水深 须弥山隐藏了太多的秘密 而今终于要对上了吗 一位元老 我曾听闻 二金须弥山上的主事者来自狱外 不知是真是假 也有人说 昔日被斗战圣佛镇压的一个老僧 从地牢中脱困 成为大雷音寺的首领 去了就知道了 叶凡目光射人 透过虚空地殿的宝窗望向天际尽头 心绪波澜起伏 杀他的弟子 度化他的门人 一桩桩事件都极为的毒辣 这是晚心割匪之仇语痛 让他忍无可忍 他离开了太久了 弟子竟然被人这样欺凌 若是同辈相争 也就罢了 却是一群老孤董跳出来 一个个的一大蹊跷 镇压其门人 让他傻意灵天 斩血澎湃 必须要去讨个说法 近几个月来 锦屋一组很活跃 有人猜测叶童可能没死 该组寻到了他的线索 正在追杀 要凌迟处死 一位元老说出了一则小道消息 并没有什么根据 叶凡文言立刻做出了决定 先驾临金屋祖 然后再去西墨 花花被人度化了 早一天与晚一天都没有什么区别 而叶童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随后叶凡了解到天之村 其他人的一些信息 小雀儿而今在逃亡 并未被人捉到 但是很危险 古族欲招降银雪双簧 逼他们加入 李黑水东方也曾去西墨口关 想要救回花花 结果差点也被度化 叶凡听吧 神色很冷 龙马问道 锦屋祖在哪里 落脚在北斗何地 鸡家圣主答道 不知在何方 他们很谨慎 不过每日都会有金屋族强者纵横天地间 想寻到他们的族人还是很容易的 叶凡起身告辞 时间紧迫 耽搁不得 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弟子被人追杀三十年后 在自己回来时恰好陨落 鸡家一群重要人物都起身 一直将他们送出大门外 这是罕见的礼遇 多少年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鸡子月叮嘱 你要小心 下次提众礼 等门拜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